各位朋友 各位同學 大家好 非常高興又到了Mr. Chen教英文的時間了 那麼今天要跟各位講的一個新的單元 叫做列舉之術第一集 那什麼叫列舉之術呢 就是我們經常聽到的 有一個怎麼樣 另外一個怎麼樣 或有一些怎麼樣 其他怎麼樣 那麼這個文法呢 從國中就開始接觸了一到高中 那麼它是延貫的陸續 陸陸續續這樣一直下去 那麼裡面很多的這個文法 很多同學沒有搞得非常的清楚 一直到高中都這個文法都沒有釐清 包括什麼時候用Other 什麼時候用The Other 什麼時候用Others 什麼時候用The Others 或者是什麼時候用Some 什麼 這很多 這個在選擇或者在寫作的時候 經常搞錯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這個 今天我們就要把這個列舉之術 分成幾集來把它很完整的 來在一起說 希望同學 如果覺得這個影片對你有幫助 別忘了 訂閱分享 並隨時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以接收到我們最新最新的訊息 好的 現在我們就開始 來講一下 何謂列舉之術 的第一集 我們看 那麼第一個我們最常見到的一個文法就是 One 什麼什麼 The Other 什麼什麼 也就是我們經常說的一個怎麼怎麼樣 而另外一個 那為什麼它必須加定冠詞呢 這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用法 第一個 用於限定的兩者 什麼叫用於限定兩者 就是說你 這個 實際上的數目只有兩個 那一個怎麼樣 另外一個怎麼樣 當你只有兩個的時候 你扣除掉一個 另外的剩下一個 這是大家知道 加減乘除嗎 二扣一 那一定剩下一 所以 最後那一個一定是定 一定是限定 就那麼一個 所以要 the other 所以叫one the other 好 我們用於限定的兩者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例子 比如說以第一題來講 我有兩隻狗 一隻白的 另一隻黑的 I have two dogs one is white and the other the other 好 這邊很清楚的告訴你 是只有 總共只有兩隻 那扣掉一隻 白的 那另外一隻 一定要加定冠詞 因為呢 剩下一定是一隻 不會剩下兩隻 總共只有兩 所以 the other is black 好 第二題也是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 他有兩個哥哥 一個是老師 而另外一個是義生 he has two brothers 好 一個叫one is a teacher 一個是老師 one is a teacher and the other is a doctor 另外一個是一個醫生 另外一個一定要加定冠詞 因為總共只有兩個 扣掉一個 剩下最後那一個 所以 one the other 就是這樣來的 就是限定只有兩個 這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看一下one the others 一個 the other 跟第一個句型不一樣 是這邊多了一個s 那是什麼意思呢 一個怎麼樣 其餘的 好我們看一下他的用法 限定三者以上 什麼叫三者以上 三個四個五個 叫二以上的 二以上的 二以上就是我們講的那個最高級 三個以上 三個以上用最高級 兩個 又比較級 那三個以上的我們就用 the others 因為他還是屬於限定 一個限定 比如說 四個五個六個 扣掉一個剩下三個 那五個 扣掉一個剩四個 所以他總數還是一定 不過他剩下的是負數 剩下是負數 所以就變成one 什麼什麼 the others 好我們看一下 用於限定的三者以上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例句 他有四隻狗 一為白狗 而其餘的為黑狗 he has four dogs one is wine and 好 扣掉一隻那其他的就變成the others the others are black 為什麼加了s 因為剩下的 超過了兩個以上 總共有四隻狗 扣掉一隻 這邊還有三隻 而且這三隻是限定的 一定剩三隻 所以the others are black 好第二個 五個學生辦這個展覽 一個是男生 其餘的是女生 好 five student marriage exhibit 辦了這個展覽 好 一個是one 我們過去式的話 前面過去式 配合過去式 was a boy 一個是男生 boy and the others were girls 剩下的一定超過兩個以上 那麼這個 剩下其餘的很多 很多 所以我們不只一個 所以用the others the others 這個第二個公式 我們特別注意一下 one什麼什麼 the others 限定的三個以上 好 我們看第三個句型 叫做 用於 限定的兩者 我們看一下叫 the one the other 好 這個 那麼這變成了這個 兩邊都加定罐子 the one the other 那麼都加了定罐子 那怎麼會前面也加定罐子 兩個都限定 所以你看這個 這個跟這個的想法 它就 用於限定的兩者 總共只有兩個 用於來限定兩者 前面限定後面限定 前面這一個 後面這一個 兩個都限定 所以這個時候 它會造成一個狀況 就是前面 這個呢 這個可以就變成 the former 前者 the other 就變成 the later 就是說 後者 所以變成前後兩個 前者跟後者 前者跟後者 每一個都限定 就變成 這個 the one the other 好 所以我們看一下用法 用於限定兩者 所以我們馬上來做一個例句 我有一支紅筆 和一支藍筆 前者比後者貴 好 它不但後面限定 前面也限定 前面那支 後面那支 所以 I have a red pen and a blue pen the one 那麼就是 the former 前者 is more expensive 是更貴 比起後者 那麼叫做the other and the other 那這個時候的the other 就是所謂的the later 後者 the later 這個是指順序 特別注意 以前我們學過一個叫做 late later lattest 那麼再來就是我們講到順序 有一個叫 later 這個就是later 或者是我們叫做最後一個叫last 那麼這個是指時間 這是指順序 晚的 比較晚的 最晚的 最晚的就是最新的 newest 順序 那麼順序呢 比較後面的最後一個last 這兩個經常很多的同學搞錯 特別注意 所以 especially than the other 就是the later 比後者 後者 好 現在我們看一下第二題 約翰跟大衛是好朋友 前者是老師 後者是醫生 John and David are two good friends 好 兩個是好朋友 the one the one is a teacher 好 這邊已經有寫了 the one is a teacher and the other is the doctor 當然the one就是什麼 the former 就是我們講的the former the former the former 那麼我們講的這個 the other呢 就是the later 這個叫前者一個叫後者 就是我們講的the one and the other 當然後者就是變 就是前者後者就要加定觀詞了 好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這個 第一集的這個列舉之數 我們提到的有關於兩者 只有兩個的時候 我們用one the other the other 也叫加定觀詞 第二個 我們提到的所謂的這個 這個 有 用於三者 三者以上 我們用one the others 那個others 一定要加X 而且前面要加定觀詞 因為 它扣掉一個 剩下的還是固定 剩下還是固定 以及第三個 我們前後兩個都加以限定 叫做the one the other 那麼這兩個 或者是the former 或者是the later 這兩個 前者後者 前面後面都限定 總共分成三個 那當然有同學說 還有another 以及some 或者others 接下來我們一集一集 逐層逐層 逐次逐層 把它非常清楚的 把它釐清 也期待 那麼這個 今天的影片呢 如果對同學有幫助 別忘了 按讚分享 訂閱 並隨時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以接收到我們最新最新的影片 也期待 下一集 我們將再繼續剖析 another 這也是很令同學頭痛的問題 another 以及some others 等等各種不同 我們把它一次把它搞動 那麼 期待 下次見面 謝謝